新闻镜头转到中国大陆 跨年夜上海外滩发生严重的踩踏事故 至少造成了数十人伤亡 上海是日前处理了11名黄浦区区级官员 但是没有示意级的领导被问责 引起民间不满 广东王全平律师前往上海检察院 准备控告事件处理不公 广州维权律师王全平26号下午动身 从广东开车前往上海检察院 准备控告上海当局 对外滩踩踏事件处理不公 以及上海警方构成毒职 27号上午还在途中的王全平 向新唐人介绍了之所以去上海控告的原因 我要去警察院提出控告 上海外滩沉溢广场跨年夜发生严重的踩踏事故 仅根据官方公布 事故至少造成36人丧生 49人受伤 而民间质疑伤亡人数更多 外滩踩踩踏事故发生后 民间呼吁上海市长市委书记下台的呼声强烈 但根据上海市自行调查 并在21号公布的事故调查与处理结果 尽管承认宣传不足 在外滩封警区及南京路沿线布置了350名民警 安保人员严重不足 但只有黄浦区委书记和区长被撤职 另外9名相关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而没有示意级的干部被问责 王全平律师计划在27号傍晚到达上海后 前往相关部门控诉 新唐人记者田静、袁真采访报道